孩子们,我都快七十岁了,今天特地把你们叫回家,是要和你们商量分家产和养老的问题。 妈,你早就应该分家了,之前我们兄弟几个一直劝你早点分家,可是你一直都不肯。 妈,大哥说得对,我们三兄弟早都已经组建了家庭了,妹妹婷婷也已嫁出去了,按你说我爸去世后就应该分家的。 大哥,二哥,三哥,你们也别怪咱妈,咱妈不分家也是希望我们大家有空可以多回家聚一聚。 婷婷,我们三兄弟分家,你回来干什么?你都已经嫁出去了,没资格分娘家的财产。 就是小妹,你都嫁出去了,我们讨论分家的事情,你站在一旁,就别插嘴了。 大哥,三哥,我,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是我叫婷婷回来的,她是你们妹妹,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要分家就得一家人坐在一起商量。 妈,你终于想通了,决定要分家了,这次真的准备把家里的财产分了吗? 妈,我爸都去世七年了,这么多年你才同意分家,是不是已经想好怎么分家了? 对于家里的财产怎么分配,我自己心里早已经有数了。 你们父亲去世也七年了,我也马上七十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是时候应该把这个家的财产分配一下。 妈,我们家里现在到底有多少财产啊? 房产就剩下这套老房子,家具也不多,都是一些旧的家具,还有这塔里面有七十万存款。 我们家还有一些田地和山林,之前我也带你们兄弟姐妹去看过了,你们应该也知道具体的位置在哪里。 大概十五亩的田地,二十亩左右的山林,这些是这个家全部的家产了。 妈,那你打算怎么分呢? 存款你们兄弟姐妹四人,一人一份,分成四份,大概每人十七万左右。 妈,婷婷都是嫁出去的,凭什么还要分她一份,这不公平啊。 你急什么?我还没说完呢,老房子和十五亩的田地和二十亩的山林,你们三兄弟平分。 婷婷只分到了十七万左右现金,你们应该没意见了吧? 妈,我不同意分成四份家产,只能你的三个儿子分。 婷婷是嫁出去的,没资格分家产,而且我们和婷婷没有血缘关系。 她是抱养的,又嫁出去了,是外人,更没资格分我们家的家产。 大哥,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从来没想过要分家里的家产,不是我的,我一分也不会要。 我怎么就养了你们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在利益面前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认了。 你们说的这些话,要是传出去被别人知道,就不怕被别人笑话吗? 妈,人为财王,鸟为食王,我们说的也是实话。 婷婷本来就是我们家抱养的,这是事实,我们家的家产只能我们三兄弟平分。 婷婷根本就没有资格和我们争家产,轻生的就是轻生的。 养女就是养女,我们家养了婷婷二十多年,已经人之一尽了,而且她也嫁出去了。 单凭这两点,婷婷就没有继承权,更没有资格跟我们争家产。 就是啊妈,当年要不是你和老爸连续生了我们三兄弟,你们总想着要个女儿,也不会去抱养婷婷回来。 婷婷虽然是我抱养的,但她从出生不久就来到我们家了。 当年婷婷的父母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因为想要儿子,连生了七个女儿,家里穷养不起,所以我才抱养了婷婷。 婷婷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我一直是她如己初,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她就是我们家的一份子。 如果你们今天因为婷婷的身世排挤她,那今天就不要分这个家了,你们现在都回去吧,我自己守着这点家业,有存款,有老房子住,我也能过得很好。 妈,你先别生气,我们兄弟几个也是就事论事,你不能因为我们说了几句话就耍性子,我们要上班也挺忙的,你今天把我们几个特地的召集回来,要说分家的是你。 说不分家的也是你,你都七十岁了,这个家迟早是要分家的,今天就把这件事情给她落实了。 还有,家里的存款怎么可能只有七十万啊,你是不是还有一些自己留下来不想分给我们啊? 就是啊妈,你几十年就存了这么点钱吗? 我们本来就是普通人家,我和你爸辛辛苦苦把你们几个拉扯大,供你们上大学,最后省吃俭用才存下这些钱,这已经是我们家全部的家产了,你们要是嫌少就不要分了。 妈,家里的老房子也不值钱,那些家具都是陈旧物品,一堆烂铜废铁,比较值钱的也就是这笔存款和一些田地山林,我觉得我们应该分成三分。 至于这套老房子,实在是太久了,也不能住人,可以把它卖掉折线,折线的潜在评分。 这个我同意,大哥你说呢? 这个我也同意,婷婷不是我们亲妹妹,就算是亲妹妹,而且嫁出去的女儿,是没有资格分娘家的财产,所以家里的财产应该我们三兄弟分。 但是我作为家里的长子,分的就应该相对多一些,我百分之四十,老二老三隔百分之三十。 大哥,你这话就不对了,凭什么你分多一点?我们都是爸妈的孩子,仅仅因为你比我们先出生,就觉得自己有发言权吗?真是可笑。 就是,二哥说的对,难道就因为你是大哥,就要分的多一点吗?这个我和二哥都不会接受的。 再说了,你作为大哥,也没有为这个家做出特别的贡献,想要多分钱那是不可能的。 存款七十万,我们三兄弟,平分一人二十三万,很公平。 我们爸不在了,所谓长兄如长妇,在这个家,我的地位就是比你们高一点,你们两个有本事也可以早点出生了。 既然你们比我小,就应该听从我的。 大哥,你除了年纪比我们大,你有我们混得好吗?分家必须平均分。 我看你们是想打架的。 大哥,你还是老样子,那么霸道,小时候你可没少揍我和三弟,我们也没少打架,你真以为现在还是小时候啊,要打架就来啊。 就是啊大哥,今天我们也把话摊开来说,要是我们今天分家分得少了,别说分家了,干脆直接拆家算了。 这样吧,家里的老房子和家具也不是钱,我不稀罕,折现成现金分我就行了。 屋子和家具你们两个分,至于家里的田地和山林,位置东一块西一块的,我是大哥,必须我优先,先选择位置。 大哥,你这个人真自私,这屋子里的家具捉一板凳都五十多年了,白送都没人要,还有家里的田地和山林,凭什么你优先选择? 好的你都选走了,把插的留给我们,你真是一个自作聪明的老狐狸。 二弟,你和三弟的工作都比我好,工资又高,又没有房贷压力,我条件比较差,我应该拿多一点,那些田地分给了你们也没用,你们也不会中地,你们大嫂最会中地了。 我看那些田地也可以全部给我。 大哥,你真是得寸进尺,该是我们的,一分都不能少,就算我们不会中地,我放在那里也不关你事。 够了,你们都少说一句吧,都是一家人,为了这么一点钱,兄弟反目成仇,看看你们的样子,哪像亲兄弟啊。 妈,你别生气,平时我大哥他们不会这样的,还是兄弟很团结的,今天就是说话有点冲动了,一时心急才会口不择言的。 你们几个是我养大的,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们,你们三兄弟从小就是一吵架,谁也不愿意吃亏,谁也不让谁。 我知道,这次把你们叫回来分家,你们兄弟几个肯定也会吵,如果一碗水没端平,还会破坏你们的兄弟感情。 所以,你爸走了这么多年,我也是一直没提分家的事,这家里的家产必须有婷婷一份,你爸去世前就说过的,一定不能亏待了婷婷,你们要是有意见,那这个家就不分了。 妈,我是老大,我有个建议,要不这样吧,这老房子和屋子里的家具就全部留给婷婷吧,我们在城里都有自己的房子,这老房子我们要了也没用,也不可能回来住,老二老三,你们有没有意见? 我同意大哥的建议,这样也不算亏待婷婷,剩下的存款和田地山林必须我们三兄弟平分。 行啊,反正这老房子我也是一万个嫌弃,那就送给婷婷吧,既然你们都同意了,那我也没意见。 我真为你们感到丢脸,你们三个作为兄长,竟然这样对待自己的妹妹,所有好的你们都分走了,这个老房子也不值钱,也不能住人,留给婷婷又有什么用呢? 妈,少数服从多数,你就别再多说了,既然我们三兄弟都同意了,那你们也改变不了,这老房子给婷婷也没亏待她,也算是给她分家厂啊,我看就这样子吧。 妈,没关系的,三位哥哥既然愿意把老房子送给我,我同意,至少这里还有我们儿时的回忆。 还是婷婷懂事,那事情就这么说定了,钱和田地,还有山林,我们三兄弟平分,老房子归婷婷,妈,今天分家这件事情就这么尘埃落定了,我家里还有一大堆事呢, 我就先走了 那行,就这么定了,我公司也有一大堆事呢,我也先回去了 没什么事,我也先回去了,大哥,到时候你记得把钱转给我 行,我回去就转给你们,这老房子已经也不能住人了,以后我也就不回来了,大家各自保重了 就这样,三兄弟高高兴兴地把家产分了,准备离开,却被婷婷叫住了 等一下,你们先别走,这老房子都不能住人了,家产也被你们分了,咱妈养老的问题我们还没讨论呢 我就知道天底下没有白拿钱的事情,我老婆和咱妈一直合不来,咱妈不能去我家住 三哥,咱妈怎么就不能去你家住了,既然大家都拿了钱,那咱妈养老的问题也不能不管呢 你说得容易,那你把咱妈接回去住吧,我小姨子现在住在我家,而且也没有多余的房间了 咱妈去我家也不方便,让咱妈去大哥家吧 我家也不行啊,咱妈在农村生活习惯了,我老婆有洁癖 大哥,你是长子,你作为长子就应该多承担一些,咱妈去你家养老最合适了 对,大哥是长子,我看咱妈去大哥家住最合适了 你们现在又觉得我是长子了,刚才分家产的时候怎么不说多分我一些呢 你们脸皮真是厚,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都不给咱妈养老,那我也不养 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凭什么让我一个人给她养老 你们三个不孝子,我怎么就养出你们这样的逆子啊 我真恨不得现在就随了你们父亲去了,免得在这里听你们的话,生气受罪 妈,你别生气,哥哥们也只是说说而已的,该给你养老的,我们还是会给你养老的,大家都别说了 既然是一家人,你们也分了家产,咱妈一辈子不容易,我们可不能让咱妈晚年没人管啊 那行了,婷婷,你有良心孝顺,我们家养了你二十多年,也是你该报恩的时候,这老房子也分给了你 你有责任给咱妈养老,以后咱妈就跟你住吧 跟我住就跟我住,养育之恩大于天,咱妈从小辛苦把我养大 我不可能看着咱妈晚年没人管的 妈,我小时候就知道,我是你抱养回来的,你和我爸都带我视如己出,我给你养老 妈,你就跟我回家吧,去我家住,以后我给你养老 行了,你们都别说了,也别争了,既然我把家产都分给你们了 我的养老问题必须你们三个儿子负责,以后我就一家住一个月 这个月我先去老大家住,下个月去老二家住,下下个月去老三家住 妈,你太偏心了吧,婷婷也分了家产,凭什么她不用给你养老,这不公平 婷婷嫁到别人家,有公公婆婆在,我去女婿家里住,这不合适 妈,既然家产都四个人分了,那你养老的问题也必须四个人承担 三哥,你放心,咱妈也是我的妈,以后咱妈也会在我们家轮流住一个月,我说一不二 那就好,你都这样说了,那我就没意见了 就这样,大家把家产分完之后,老母亲就先去大儿子家住 可才仅仅过了半个月,老母亲就哭着给女儿打电话,让女儿去三哥家接她回家 婷婷,我真是养了三个白眼狼啊,你大哥家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你赶紧来你三哥家门口接我 妈,你不是在大哥家住吗,怎么跑三哥家去了,你先别着急,我现在马上就赶过去 婷婷挂了电话,就急匆匆地往三哥家赶 十多分钟后,婷婷赶到了三哥家,看到老母亲拿着行李,站在三哥家门口哭泣 妈,你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我都七十岁了,养了三个儿子,分家后却没有一个儿子任意给我养老,真是寒心啊 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才半个月没见你,你怎么瘦得跟皮包股似的 婷婷啊,你终于来了,你再来晚一点,可能你就见不到我了 妈,你先别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慢慢地跟我说,你不是在我大哥家养老吗,怎么在我三哥家门口 哎,真是一言难尽啊,老了才知道原来自己那么让人嫌弃,老了不中用了 我实在是太寒心了,你三个哥哥和嫂子没有一个真心愿意给我养老的 妈,你先跟我说一说,去我大哥家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开始的时候说好了,每人每家我去住一个月,可是刚到你大哥家第一天,你嫂子就不高兴 我在你大哥家住了一个星期,吃了整整二十餐的白粥,一点肉和油水都没有 你大嫂还说我都七十岁了,牙口也不好,吃肉也费劲,吃白粥最有营养的 而且还可以清肠胃,最过分的是表面上我们一起吃白粥,等我吃完了 我把碗洗干净,回房间睡觉,要不是孙子心疼我,给我拿了一个鸡腿给我 我还不知道他们竟然偷偷在房间关起门来,大鱼大肉 你大哥家里桌子上连水果都没有一个,你大嫂把所有好吃的全部放到他房间里 天天顿顿都吃白粥,谁受得了啊,我每天都吃不饱,饿得眼花缭乱 我就想着自己去包点米饭吃,你大嫂说我就是在家里没事做 闲得慌,还说我太能吃了,那天他们关起房门,大鱼大肉被我知道了 他们把我大孙子骂了一顿,我问你大哥,难道我养了他几十年,我不配吃一个鸡腿吗 结果你大嫂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最后我也实在是受不了了 既然你大哥大嫂不欢迎我,我也没什么脸面住下去 我就想着,反正三个儿子,我还有两个儿子呢,总有一个靠谱的吧 就这样,我收拾了东西,去了你二哥家 妈,原来你还去了我二哥家住啊,那你在我二哥家又发生了什么事啊 因为我是自己跑去你二哥家的,没有提前跟他说 我就把我在你大哥家发生的事情跟你二哥说了 我还以为你二哥会好一点,结果他竟然跟你大哥一样,都是白眼狼 你二嫂是城里人,也不喜欢我,见了我跟仇人似的 看鼻子不是鼻子,看眼不是眼的 在你二哥家,米饭倒是吃上了,但是每餐就那么半碗饭 你二嫂每餐就炒一个菜,我就想我和你二嫂也没有仇啊 而且,我还把那么多钱都分给他们夫妻了 我作为老人,作为他的婆婆,来自己儿子家住几天吃几顿饭,总不为过吧 可是,你二嫂嫌弃我是农村的,说我身上有胃,也不让我坐沙发 找个小凳子,让我在角落里坐,晚上睡觉就更过分了 说我身上脏,也不让我上床睡觉,也不能睡沙发 直接让我在客厅打地铺睡,而且,我在你二哥家也不能闲着 不然你大嫂就会挑我事,觉得我是一个闲人,在他们家白吃白住 我每天要搞卫生,拖地,洗衣服,洗厕所 只要一闲下来坐一下沙发,你二嫂又嫌弃我把沙发做脏了 妈,我二嫂太过分,简直跟我大嫂半斤八两 这是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 早点跟我说,我就把你接到我家来住了 哎,你都已经嫁出去了,有自己的家庭,有公公婆婆在家不方便 妈,我公公婆婆和你女婿为人都很和善的,也通情达理的 我就想着能够不麻烦你,就尽量不麻烦你,让我最寒心的是你二哥 他竟然还责怪我,说我没有跟他打招呼就来了 要我赶紧回你大哥家去,你二嫂跟你二哥闹 说我不走,他就要跟你二哥离婚 我就想着三个儿子,还有一个儿子,三个总有一个靠谱的吧 为了不破坏你二哥的家庭幸福,我又收拾东西去了你三哥家 有了前车之鉴,我提前给你三哥打了一个电话,说明了情况 结果你也看到了,我在你三哥家门口从早上等到下午都没有人开门 妈,那我三哥不在家吗,他明知道你要过来住,不可能不让你进家门呢 可能他们就是明知道我要过来住,都躲着我呢 我给你三哥打电话,你三哥却说他们一家人带着他岳父岳母出去旅游了 什么时候不出门旅游,偏偏我过来就说去旅游 我觉得你三哥就是不想我过来住 你三哥说叫我回你大哥家去,都还没住满一个月,还没有轮到他家 我问你三哥什么时候回来,我可以等他,可是他语气特别不好 说我这么老了还这么矫情,这么老了还搞离家出走 我就跟他抱怨了两句,说你大哥 二哥他们家的事,我还没说几句,他都不想听了 还直接打断了我的话,叫我赶紧走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你三哥的岳父岳母也住在他家里 你三嫂对我有意见,你三哥说就算我来了他家,也没有房间给我住 还说他们去旅游,要一个月之后才回来 你三哥也怪我突然跑来他们家,搅得他们不得安宁 哎,明明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妇 我现在是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人老了不忠用,既被嫌弃又没尊严 你爸在的时候就跟我说,家产不要太早分出去 所以我就守了这么多年,就怕他们拿了钱之后 后就不回家了,不管我了,如今我七十岁了 还能够活几个十年呢,就想着要依靠他们了 所以就把家产都分给了他们 我还以为他们会心甘情愿地给我养老呢 没想到分家的时候说得好好的,轮流每家住一个月 最让我寒心的是他们钱到手了,就不想管我了 我辛苦养大三个儿子,没有一个对我真心的 他们甚至还纵容自己老婆,天天针对我 老天爷呀,我真是养了三个白眼狼啊 我真是流也不是,去也不是,真的好为难啊 妈,你别太伤心了,现在我来接你了,我就是你的依靠 妈,这半个月你受苦了,看你现在瘦的都跟皮包股似的 赶紧跟我回家,我给你炖鸡汤,好好补补身体 就这样,婷婷把老母亲接到自己家 看着母亲吃饭狼吞虎咽的样子 婷婷知道母亲一定是遭了很多罪,不禁潸然泪下 妈,你慢慢吃,你不要难过,也不要想那么多 你就在我家安心地住下 不行了,我知道四个孩子里面你是最孝顺 虽然你是我抱养的,但我一直待你视如己出 我感觉对不起你啊 当初你爸在世的时候就说了 家里的财产一定要给你留一份 早知道三个儿子是白眼狼,这么不孝顺 我当初就应该先把钱悄悄给了你 我真是后悔啊,结果你一分钱都没有分到 我哪里有脸面在你家养老啊 你是女儿嫁到别人家 家里也有老人,有公公婆婆 我一个外人在你家住像什么样啊 我住几天,女婿她们可能不会说什么 但人性是很现实的 住久了谁也不敢保证会不会变成仇人 等我吃完饭,我就回老家去,我还是回去老房子住吧 我就是寒心啊,把钱给了三个儿子,一点都不值得 如今家财散尽,鸡飞蛋打 他们几个得了钱却又不管我,想想我就来气 妈,你别生气,我有办法替你好好教训他们 大哥,二哥,三哥 他们对自己的亲生母亲竟然如此对待 我一定要替你讨个公道 哎,都是自己亲生儿子,能有什么办法吗 算了吧,以后我再也不去他们家就行了 妈,大不了我把他们三个都告了 不尽赡养之责,就是他们最大的罪过 就算把他们都告了,又能怎样呢 只要他们不是真心要赡养我 我如果执意去他们家,也只能是无尽的苦头呀 妈,你放心,再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你受罪了 我不但要让他们真心实意地孝顺你 还把他们分道的钱都吐回来 你先不要想那么多,在我家住一段时间先 我给你做好吃的,好好补补身体 吃饱你,先去睡一觉 晚点,我带你逛逛街 带你去时装店买几套衣服 散散心,开心一点 就这样,老母亲在女儿家住了一段时间 婷婷对老母亲也是孝顺有加 同时还在村里放出风声 老母亲私底下还有一百多万的私房钱 将来那个孩子孝顺就留给谁 半个月后,老母亲又回到了老房子住 三个儿子收到了风声 赶紧纷纷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 从城里赶到了老家 妈,你在我家住得好好的 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 我是来接你回我家养老的 你儿媳妇在家做了一大桌好吃的饭菜 等着我们回去呢 老大,我不去你家 在你家呀,天天吃白粥 我吃不饱 饿得头昏眼花 你看我都瘦好多斤了 大哥,你真搞笑 咱妈去你家才住了一个星期 你就把咱妈赶出来了 难道去你家还是顿顿吃白粥啊 妈,你还是去我家吧 我家里的房子比大哥的要大 房间我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老二,我也不去你家 你老婆嫌弃我身上有胃 去你家我也不想在客厅打地铺睡 睡得我腰疼了一个月 妈,我老婆性格就是比较强势一点 但她有一点还是特别好的 她这次知道错了 特地让我把你接回家去养老 她每天都很自责 就盼着你能搬过来和我们住 好让我们孝顺你 你补醉过 妈,我是你最小的儿子 你应该跟我住 你儿媳妇把家里都收拾好了 就等你回家了 老三,你家我也不去 你岳父岳母也在家 而且你老婆她也不喜欢我 我岳父岳母就是外人 哪里有亲妈重要啊 再说,他们已经回我小舅子家去了 妈,我媳妇说 还要带你去北京旅游了 不了,我现在哪里也不去了 我就在乡下老房子待着 一个人挺好的 妈,这老房子根本不能住人 我是长子 你晚年养老就应该我承担 你们谁也别跟我争 你们都回去吧 大哥,凭什么呀 妈是我们大家的妈 又不是只生了你一个儿子 给妈养老 我们也有责任 二哥说得对 我们都是妈的子女 我觉得我最有资格给咱妈养老了 当初咱妈来我家时 瘦得跟皮包股似的 在我家住了之后 整个人都泡好几斤 妈,我是最孝顺你的人 你肯定也是最喜欢来我家吧 我以后天天给你包你爱喝的 猪肚鸡汤给你喝 你一个嫁出去的养女 有什么资格跟我们 争咱妈的善养权 就是啊 之前分家你也跑回来 跟我们争家产 我们把老房子分给你了 这次咱妈的善养权你也要争 你还要不要脸吗 三哥,三哥 你们这样子说 真是太让我难过了 我虽然是咱妈抱养的 但我是把咱妈 一直当亲妈看待的 而且我把你们三个哥哥 也是当亲哥的 分家产的时候 你们也没有嫌弃我 还把这老房子分给了我 我心里是很感恩的 如今要给咱妈养老了 再怎么说我也不甘落于人后 哪怕让我把老房还给你们 我也是要养咱妈的 婷婷 你这老房子有什么用呢 又不能住人 又不是钱的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我是长子 咱妈养老肯定得我负责才行 我也跟你们表态 我一定会好好善待咱妈的 上次分家的钱有十七万多 还有分的山林和田地我都不要了 给老二和老三分吧 咱妈的赡养权以后就归我负责 你们就不要跟我抢了 你们把我的这些钱和田地 还有山里分了吧 妈 你现在就收拾东西 跟我去城里享福吧 凭什么呀 我不同意 我也可以把上次分家的钱和田地 还有山林拿出来 我也不要了 妈 我大哥也就是嘴上说一下的 他说的话根本就不可信 妈 我马上把上次分家的钱给你转过去 这样你总相信我是真心给你养老的 老二说完 就马上拿起手机 给老母亲把上次分家的钱给转了过去 大儿子和三儿子看到了野校房 都把上次分的钱给老母亲转了过去 妈 你看吧 我都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 我都是真心想给你养老的 你就去我家吧 看到你们这样妈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 之前是我小气了 没想到你们每个人都那么孝顺 婷婷看着老母亲分出去的钱都拿回来了 心里万分欢喜 仰看计划得逞 继续说道 既然我们大家都有孝心 都争着要给咱妈养老 不如这样吧 还是让咱妈自己选择吧 之前去你们家里住 我都有心里阴影了 我也不知道哪个儿子是最孝顺的 手心手背都是肉 大家都是一家人 你们都是我的子女 选择谁这个问题 真的让我很为难 这样吧 还是按照之前那样 我的三个儿子给我养老 哪家轮流住一个月 我倒要看看谁才是最孝顺的人 妈 你来我家住 我保证我是最孝顺的那个人 妈 我才是那个最孝顺你的人 不对 妈最孝顺的那个人 应该是我 三兄弟心知肚明 他们为了要得到老母亲的那笔 一百多万的私房钱 都表决心 要好好照顾老母亲的晚年生活 为了得到那笔钱 三兄弟真的把老母亲伺候的 舒舒服服 每个人都要争当最孝顺的人 最后 老母亲晚年 舒舒服服的活到了85岁 去世后 三个儿子就迫不及待 就要分一产 结果一查傻眼了 老母亲早就把账户煮销了 三个儿子后来才后知后觉 这根本就是老母亲和婷婷设的一个局 可老母亲已去世 他们也无可奈何 当初老母亲在女儿婷婷家住了一段时间 她就知道女儿婷婷才是最孝顺的人 钱要回来当天 老母亲就把钱全部给了婷婷 又过了几年 村里要发展新农村 要建公路 老房子遇上了拆迁 婷婷得到了一百多万的拆迁款 所谓好人有好报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而三个儿子就由自娶 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 你们支持婷婷的做法吗 我们俩的对手 我们俩的对手 留숙的对手 把阴的时候